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随着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江洁 共同来记录下这次发射的全过程 2015年7月24日 距离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只剩下30多个小时的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绵的小雨中 工作人员还在为火箭进行最后的检测和调试 这是长征三号一火箭 今年的第二次发射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作为我国航天器运载工具 完成了204次的监局任务 几乎承担了我国全部的火箭发射任务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空 再到载人航天 长额探阅的成功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承载着我们对于外太人的好奇与渴望 一次次的突破大气层 而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大家族中 长三甲系列火箭自1994年首飞至今 已经完成了62次发射 更是被誉为长征火箭家族中的金牌火箭 2015年7月25日 长三甲系列火箭中的乙型火箭 又将搭载远征一号上面级和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执行一箭双星直接入轨的高难度发射任务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通过上面级 把两颗卫星直接送入工作轨道 这又将是一次被载入史册的发射过程 大家栏目设置组将跟随长三甲总设计师江洁 第一次走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长三甲发射团队 近距离记录下这次发射的全部过程 在还没有见到江洁之前 我们就听说过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总师是哈尔滨人 而且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 见到江总后 我们很难把她和火箭这么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联系在一起 每次火箭发射 江洁都要提前一个月就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在这里她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模拟火箭发射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确保火箭里的上万个零部件运转正常 几十米高的发射塔架 她更是每天都要爬上去看一看 经过江总的同意 在不打扰她工作的前提下 我们也跟随她一同前往神秘的发射塔架 一探究竟 江总 我现在特别好奇 这火箭到底是怎么样子 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是不是一样呢 这个火箭是我们国家现在在意的最大飞力的火箭 它的高度56米 现在活动它把它包住了 我们看不见那么要打开它是56米高 它是整个起飞的重量 它有多重 它有456吨 456吨 56米高 456吨重 潘然大物 这个有八个发动机 一个发动机75吨 那加持着就600多吨的这个推力 力量是非常大 所以点火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在外面看 它还是非常震撼的 这次承担发射任务的火箭是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家族中的 乙型火箭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它 但它却是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家族中 最有力气的大家伙 在它的底部 红绑了四个助推器 在点火的瞬间 爆发出300多吨的巨大推力 在几十秒内就能穿过大气层 到达外太空 就在三分钟再多叫就行了 你别进来 这是发动机啊 发动机的喷管 助推器发动机的喷管 每一个助推器上面有一台发动机 冒火的 对对对 火就从这儿 从这儿 这几个大的 这个圆的这个 对 这几个下面啊 那叫发动机喷管 一级有四个发动机 每一个助推呢 各有一个发动机 那一共加减是六个 八个 八个 四个 四个再加 助推器四个 四个八个 您讲一下 您在干嘛呢 您在干嘛呢 现在做一个测试 测试什么呢 一个承载力 这个一个承载力 承载力啊 整个这个全件 456吨 那它就要承载 其中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对对 贾总一般您 有什么情况下 来到这个所见现场 实际上不需要我来检查 每一个岗位都有 都有我们来做 来保证 这些工作 我只是在看一看 您还是放心 尽管是每一个岗位 都有相关的人员 来具体负责 但您还是 要再仔细地 把整个全面的过程 再看一遍 再查查火箭的整体 查体 我是解答一下 全是心理状态 其实大家的工作 这个都能做得很好 习惯了 习惯了 自己看一看 心里就踏实 1988年 江杰作为当年的 优秀毕业生 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毕业后 便加入了 长三甲系列型号团队 他从一个医生世家长大 但小时候 他就有一个航天梦 当年 不顾父亲的反对 他坚决地选择了 航天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从最初的工作人员 一直到现在的总师 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 都投入到了长三甲中 他经历了几十次的发射任务 十二层楼高的发射塔架 他早已不知爬过多少次了 每次发射前 要来看看火箭 已经成为了 他的一种习惯 但是我们终于看到了 这火箭的最高级 第四级 这个就是北斗 北斗导航 卫星 这次承载的任务是 把北斗卫星 对 新一代 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 这次是中原轨道 那么它的发射窗口 时间比较短 那么像这一次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段 要求火箭要点火起飞 发射起飞 那么我们瞄准的时间 是二十点二十九分 那就是中间点火箭点火 到明天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火箭会 准时的在二十点二十九分 零零秒 对 它控制到秒 由于北斗导航卫星 轨道精度的要求 和与地球相对位置的要求 等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 这次发射的窗口时间 也被限制在二十分钟内 一旦由于火箭临时出现故障 则根本没有机会再调整 像以前我们会有几个小时 如果要是火箭有一点点什么样的问题 的话来得及其休整 但是如果说二十分钟的话 这个时间是完全没有的 是 几个小时的发射窗口 那么在发射过程当中 遇到的问题 还可以做一些处理修复的能力 那么在二十分钟的这个窗口 实际上只有我们叫零窗口发射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了 所以就要求整个火箭的状态也非常好 质量要非常好 还有整个发射流程的紧密性 还有发射流程 每一步都要不能出问题 这样才能保证准时发射 在二十分钟的发射窗口内 江杰和他的团队瞄准了中间点 也就是二十五日晚上二十点二十九分到三十九分 虽然这样有利于卫星的直接入轨 但无疑给火箭发射增大了挑战 江杰和他的团队必须确保火箭在发射前 每一颗螺丝钉都不能出现问题 江杰 我可以摸摸这个火箭吗 可以 那太好了 谢谢你 但是你不要使劲推它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火箭 它应该是 感觉很结实呀 是啊 是很结实 但是人下面还正在做一些工作 主要是还是不要推它 你摸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各位请问一问一下 实现一下我的消息 它这个设计承载是足够让你放心的 哇 这个火箭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对 它还是一个宝壳 感觉不到很薄 感觉不到 它是一个宝壳设计 由于我们要把结构的重量减轻 这样呢 它的运载能力才能提高 提高运载能力 江总 刚才您说这个外观 外壳是很轻的 看上去其实是很坚固的 为什么说它还是重量比较轻的呢 还是这样 我们火箭设计要提高运载能力 所以火箭尽量地把结构 它自身的重量要减轻 自重减轻 这样呢 火箭的运载能力就可以增大 但是要在保证这个承载能力的前提下 有足够的余量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一个轻质设计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设计的余量也是足够的 看来和我们想象中还有很大的差距的 我想象的是它肯定很重啊 才能有这种能力去包裹里面的卫星啊 原来其实它是自重很轻的啊 距离发射还剩下二十多个小时 机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 依旧被乌云笼罩着 虽然工作人员们早已习惯了 这里稀稀拉拉的小雨 但是如果出现雷雨天气 那火箭发射很有可能会被取消 在一个山坳里边 那有的时候早上看天气还挺好的 突然一下子就会变天 就会雨就会下得很大 或者就是雷电出现 因为我们曾经也有过一次 当时呢是我们看了一下天气是好的 没有问题 所以决定驾住 三季夜氢夜氧夜氢都驾住完了 这个时候天突然变了 就是发射场去上空 就出现了雷电 也下起了大雨 那么这次因为到了这个程度 火箭的发射 如果是不发射 那么火箭可能要做一些处理 需要好多天以后才能够再组织发射 那么当时呢 我们是一边在关注天气 一边火箭的发射流程 再往下进行 到了最后决策点的时候 看看天气 也就是说火箭发射的时候 是在一个空档 就在这个空档没有雷电的时候 火箭发射出去了 当然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但是风险也非常大 我记得这个那次发射任务 第二天就感觉心里和往常发射成功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感觉有点后怕 所以对这个发射天气要求 也是很关注的 在密切关注天气的同时 江洁和他的同事们 还在一遍遍的开会 探讨各种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和解决的应急方案 火箭不允许出现失败 江洁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在前面 发射前12小时的所有流程 江洁都要仔细的审核 每一个环节都要确保万无一失 一秒钟的偏差都有可能给火箭发射 带来难以预计的影响 就算是之前有过成功发射的经验 那也并不能代表这一发火箭就一定会成功 火箭新的技术 新的方案 新设计的这种状态的变化 会带来这种风险 发射失败的这种风险 国际上著名的火箭 像联盟号 俄罗斯的联盟号 狮子号 还有美国的猎鹰9号火箭 那么这些火箭 它是一直保持着发射成功率 还是很高的这个火箭 那么今年出现了 都出现了失败 那么这样的一些成熟的火箭 也会出现失败 长三家火箭 相比国外这些火箭 虽然福利期限不长 但也是成熟的火箭之一 可这次发射火箭进行一个大的改进 最上面增加了一个上面级 远征一号 而且携带了两颗卫星 这种改进 对于复杂的火箭整体来说 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要发射的这枚火箭 是长征三号仪火箭 那我们在长征三号仪 这三级火箭上 又增加了一级火箭 这个是个独立的一级 独立飞行控制的一级火箭 那也可以叫做 叫上面级 也有人把它称为太空百度车 以前基础级火箭 只是把像卫星这样的太空乘客 送到太空中 终于到达乘客的最终目的地 之所以称上面级为太空百度车 就是靠上面级的多次点火 给乘客再多加几把力 直接把乘客们送到想要去的位置 这就如同我们乘车到了飞机场以后 仍然上不了飞机 需要再乘机场的百度车才能到飞机跟前一样 以前发射导航卫星 咱们一期工程 北斗一期工程 火箭是发射到转移轨道 那么是靠卫星自己变轨 多天多次变轨 进入工作轨道 那当然卫星自己 卫星上就要带这个动力系统 变轨的动力系统 那么这次我们就研制了上面级 上面级 增加了上面级以后 就可以把卫星直接送到工作轨道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卫星可以取消简化 卫星可以小心化 虽然上面级的工作听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到了远离地球几万米的外太空 这一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这次发射的远征一号上面级 要在太空中实现多次点火 并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 携带两颗北斗导航卫星 继续飞行大约四个小时 不管运载火箭基础级 工作的多么优秀 运行的多么顺利 只要上面级出了问题 乘客仍然到不了目的地 整个发射也算失败 最近两年 俄罗斯运载火箭先后出现了 六次重大发射失败 其中五次是上面级热的火 那么上面级热研制过程中 实际上碰见了好多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温控 就是在对它的温度环境的控制 那么卫星的案件很成熟了 它在国要飞行十几年 它里面的仪器设备 它不能承受太高或者太低的温度 它必须要进行温控系统的设计 那么作为上面级来讲 虽然说载轨工作只有几个小时 长的也不过就一两天 但是在这方面也要考虑 像卫星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构 它是外面就是一个像一个放盒子 所有的设备都在里面 它要做温控的只是在外面去做 那么上面级是一个裸露的一个结构 就是它的一些发动机 一些储挂都是裸露在外面的 裸露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那么要做温控的实际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 比卫星要更复杂一些 虽然远征一号在设计上十分复杂 长时间的在太空中运行 也增加了火箭发射成功的不确定性 但远征一号的研制却十分必要 美俄等航天大国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就开始发展上面级技术 未来在我国的碳月碳火等深空探测任务中 上面级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这次发射 远征一号将挑战高轨道入轨性能 这也是检测上面级性能最好的方式的 远征一号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不到最后一刻 所有人的心里都没有答案 发射倒计时还剩下十个半小时 天空也终于散去了阴霾 这样的天气条件对于火箭发射和地面观测 都可以称之为完美 现在火箭外部的发射塔架已经移走 再过几个小时 火箭将加注燃料 所有程序都要按照之前的计划 一步步执行 而燃料一旦加注后 火箭如果不能起飞 那么排放剧毒的燃料将耗费漫长的时间 所以在燃料最终加注前 将其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再对火箭进行平定 检查了一下 看了看 还是有些截路 就是有一些水珠啊 水啊从戒壁上会流下来 因为下面有些电路啊 这个会有影响 但这个不会有 不会要让它有水的 就会积存在那 一定会把它处理好 我看了一下不太严重 它你看接了好多 这个送风的管路 这个我们叫空调 空调实际上一直在吹 所以它结成的露水 就吹干了 还有一个呢 如果说还有积存呢 人工可以做一些处理 进去正常做一些处理 对于火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 江杰和同事们都不敢怠慢 由于火箭内部 完全由电子系统操作 而且每一个零部件 都是人工安装完成的 这就要求在几万个零件中 不能有一点片差 连每个螺丝钉拧多大力量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此前美国的一次火箭发射失败 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连接杆 出现了问题 导致火箭爆炸 火箭爆炸 刚刚美国的这个猎鹰九号火箭飞行失利 失利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 说是这个气瓶 就是给楚江 这是一种说法 给楚江崩压的这个气瓶的支架断了 断了以后 因为它这个气瓶是装在箱子里面的 箱子内部 它断了以后 这个气瓶 这高压器全部就进到楚江里去了 那么楚江的压力就很大 那么箱皮的结构遭到了破坏 有可能是安装的不对了 或者是支架的材料不好了 不符对吧 不够强度不够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原因 这个支架呢 我们这个是外装的 没有装在箱子那边 装在外边 那么这个支架就是起了固定作用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火箭上 在不断的总结经验中 长三甲系列火箭也在不断的自我完善 自1994年长三甲火箭首飞至今 它已经完成了62次发射 而2015年长三甲系列火箭 还将有14的发射任务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放弃了休息的时间 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 他们更要提起警惕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每一个细节上 他们的装配要装配得很好 确保这个连接可靠 不能出问题 因为这个也是影响火箭 一旦装配不到位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没有拧好 那就有可能这个地方松动了 最后就引起整个火箭飞行 是一个成败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他们这个工作 听过你看上去是比较简单 其实还是非常的要求很高的 工序还是比较多的 1994年长三甲首飞直到今天 二十多年近 火箭厂房和发射地 是江杰最熟悉的地方 若把发射任务比作一场舞蹈 那么在紧凑的节奏中 每个人都不能落下拍子 能做到这一点 长三甲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神人 而同事们也细称江杰为女神 她若不在发射场 就在研制单位和评审会场 忙起来 她的时间安排得以小时计算 在北京和西昌等地之间飞来飞去 那更是常有的事 刚才您说从九六年到现在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这个往返于发射场 西昌和北京之间 同时还要去到这个火箭的建造的这个地方 那您家里人 刚开始适应这样的 您的这样一个节奏吗 会不会有抱怨或者情绪 您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 你就一起坐在事业上 舍家铁业的 他们会有意见吗 我家其实还是能够理解 我的父母结婚以后 我的丈夫 还有我的孩子 他们都很理解我 你像我的父母 他在帮我做事 还帮你 确实是这样 不仅只是还帮你 一直在帮我做事 航天就是有一种奉献精神 因为航天这个事业 你只要选择了这个事业 那么你就要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全部的这个精力 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 否则你是干不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高科技 高风险的一个事业 所以你要想把它干好 那可能你的精力就得 花在这上面去 作为一位女性 江洁并不属于女强人的类型 她的性格温文文雅 但在同事们面前 她却从没有给人留下过柔弱的印象 不管多么的艰苦和困难 她都会跟同事在一起 但作为女性 绕不开的总是对于家庭的责任 江洁始终觉得 对于家人 她亏欠的太多 去年4月6号 我父亲突然一想到我出去 我当时还在巴黎 那个时候在巴黎转飞机 刚好是我们一次对外发射 技术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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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回国 在巴黎转飞机的时候 然后我家里打电话 我说我爸爸住院了 现在正在抢救 所以从那开始 她也帮不了我 帮我做不了事了 但是她也很关心我 她会提到我以后 因为她还是受到了影响 她提到我以后 她会眼泪掉下来 她老在说 可能是我工作比较忙 说我父亲病了以后 我有几次 因为有保姆来照顾她 但我见到她 我总是给她一些 跟她聊聊天 或者能帮她做点什么 我记得我帮我爸爸 洗脚 洗洗脚 我爸爸觉得 因为她一直在帮我做事 从来我很少帮她做事 我怎么能帮她呢 我帮她洗脚 我帮她洗过脚 我爸爸觉得很 后来她就 她就跟我妈妈说 她说因为她知道 我今天要回家了 她就说 先帮我把脚洗了吧 要不然我回去 帮她洗脚 她就听说的 她就这样 也还是 因为离火箭发射最终还有15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人员都要撤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也即将要撤离到安全的地点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祝福 本次火箭发射能够圆满成功 距离发射的时间窗口越来越近 发射塔架上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逐批次撤离 少量的工作人员 还在对火箭进行最后的检查 金库工作了这么久 火箭能否发射成功 就在今晚了 很多工作人员在撤离的时候 还不忘回头看看这个大家伙 几个月以来的朝夕相处 让他们好像变成了朋友 他们衷心的希望 今天这个朋友能够承载着他们的希望 冲向外太空 距离发射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到达指挥大厅的各个岗位上 将冲请您这个火箭能够发射成功 有什么样的标准 接着它是成功的 我要等到兴建分离 下面几核卫星分离以后 那么报复参数 我们看到 所有的几个报复参数 判断一下 是不是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 就是说所有的回到参数都满进要求 这个时候才能宣布圆满成功 那要等多长时间 它这个兴建分离以后 报复参数还是挺快的 那也差不多要十分钟了 整个的时间是多久 整个今天晚上的飞行过程 要大概大约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 发射正式进入半小时倒计时 目前火箭的状态一切正常 但火箭一定能够顺利完成发射 现在还研制上枣 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 最新的好 最新的好 离开 二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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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秒 三十秒 五四 三 二 一 三 二 用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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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